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中国人 当事人发布的回应文章世界会放民宿主人曝光中国学生乱丢垃圾 被否认就院时日晚上 民宿主人程先生打扫 玩房间一生之后 把三名十九岁中国女大学生乱丢垃圾的照片发在了微博上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 许多生活垃圾 如饮料瓶 饭盒等堆在桌子上 用过的卫生纸 拖鞋在地上随意丢弃 摆倒摆在马桶上 窗带也被设了下来 流言本上被胡乱涂鸦 程先生曝光的房间里垃圾乱丁程先生说 当天打扫 玩卫生非常生气 刚开始想通过微信联系他们 但发现自己被他们删除了 于是在租房软件iB营上联系他们 对方态度很嚣张 丝毫没有悔过的意思 所以无奈之下选择了微博曝光 微博发出后 一次涉事女 程在下面留言着 自己就不是来付钱打扫卫生的 是来煮房自的 看到流言 程先生更加生气 向国内的相关媒体进行了投诉 第二天9月11日 此称当事人的微博网友三人房间 发布道歉声明 在声明中 这三位女生否认自己把垃圾直接扔在了地上 而是说我们发现屋里没有垃圾桶 直接把垃圾扔到了袋子里 同时 这三位女生表示 从民宿数人的朋友圈中 可以看出反中国言论 并回隐床连掉了 我们真的是无疑的 至于椅子在马桶上 我们承认是因为过道太窄 节省空间把她放到了马桶上 关于这三位女生的道歉声明 民宿主人程先生 表示他不能接受 道歉中有诸多不实内容 还在往我身上拨当水 在采访中 程先生向记者讲述了这八过程和自己的诉求 程先生曝光的聊天记录记者连线 他们在撒谎 这些照片是直接拍出来的 以下是记者采访民宿主人的部分对话 程度晚报 请讲述一下你在日本开民宿的过程 程先生 我是2011年去日本留学的 去年6月在大阪开了街民宿 我自己比较喜欢民宿 看到客人的好评也挺高兴的 而且我觉得日本的旅游业发展前景较好 传统的旅馆 酒店也不是很了解中国人的需求 再加上语言不通 所以我觉得自己作为上海人 在日本开街民宿 是一个很好的生意 正好民宿也住 见合法化了 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平时我开的民宿60%以上都是中国人 今年6月份他们三位女生在爱比营软件上预定了房间 入住时间是9月5日至9月10日 程度晚报 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曝光在微博上 而不是思想和解 程先生 其实刚开始我并没有想直接发到微博上 只是联系他们 他们把我微信删了 在爱比营上联系他们 他们态度很嚣张 我说再这样就曝光你 他们说你就去谱吧 所以我就这样做了 程度晚报 对方劝自己并没有把垃圾扔在地上 而是扔在了袋子里 这些照片是如何拍出来的 程先生 这种说法我觉得就是在撒谎 握进了房间后 没动 我就直接拍了照片 再说这是我自己的房间 我把垃圾扔在地上糟蹋自己房子 好像没什么道理吧 还有一点 他们扔在地上的很多使用过的卫生纸 这些是可以直接冲进马桶的 为何用个垃圾袋装起来放在屋里 他们刚来是因为时间走了 我让他们在隔壁房间等 后面我给他们解释了垃圾 怎么扔以及扔在哪里 所以也不存在他们不知道垃圾通在哪里的问题 入住过程中他们没有与我进行任何联系 退房的时候也没给我说 直到我打扫房间时发现了这种情况 程度晚报 对方说入住时遭遇台风 是要提前一天退房 你当时问何没有同意 程先生 如果真的是因为台风或航班问题 我是必须要给他们退房的 只要他们把相关证据提交给爱比银贺服就行了 关键是他们拦不出证据 贺服没有通过官方渠道给他们更改 所以他们来找我 如果因为个人原因在入住的前一天说取消或更改 我觉得任何一家民宿或旅馆都是不同意的 据了解 程先生9月13日下午收到了这三名房客的6666日元赔款 但不能接受他们的道歉 程先生表示 只要这三位房客把事实真相说出来 自己还是可以原谅他们的 在微博上发布的相关照片也会全部删除 程先生要求对方支付66666日元清洁被女生声明成都晚报记者通过多种区的 我们联系这事的三位女生 但截止报告时未得到任何回复 以下是他们关于此次事件的声明原文 我们是此次日本民宿事件的当事人 我们现在把所有事情的前因后果进行了整理 首先 我们向大半房主道歉 把房间弄得很乱 的确是我们的错 我们在这里再次真正的道歉 但是一个八奖牌不响 我们想把我们所经历的所有事情一一向大家说清楚 当我们知道房主是中国人的时候 是庆幸的 我们加了他的微信 从其朋友圈中 可看出反中国言论 这一点令我们觉得很荒唐 但当时与他私信沟通中 感觉人还是很好的 所以也没太在意 直到 我们在遭遇台风 形成有所改变 我们需要提前一天退房 因为我 我们住的是日半民宿 从上一个房东那里了解到 我们是有权利向房东提出退款的 我们目前是学生 也是第一次出国旅游 单纯的想把损失降到最小 我们通过官网平台申请 平台已经同意 和房东沟通就好 当我们在与他沟通时 他的变化令我们责舌 张口闭口提摁前 说我们不讲道理 当时真的很无语 所有事的诱因往往都是因为一个态度 不是吗 但由于我们即将入住 所以也就不了了之了 入住当天 我们到达民宿 惊讶的发现里面有人 他说自己是房东 正在收拾屋子 我们大概十二点左右到达 屋内责赏乱不堪 他提出让我们去隔壁房间休息 我们还是很感激的 但是 当我们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 他的态度却极其恶劣和敷衍 他在与我们交流时 极其不耐烦 而且当向他提出问题时 一副瞧不起我们的样子 此刻我们无比后悔当时没有录音 他的语气实在令人无法接受 但因为我们即将入住 我们就一直忍着 晚上我们就觉得很委屈 就和父母说了这件事情 最后父母劝我们在国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所以我们也就这样不愉快地入住了 接下来几天 对于我们所产生的垃圾的处理 根据习惯是要把垃圾扔到垃圾桶里的 但是我们发现屋里没有垃圾桶 并且因为之前房主的态度真的很凶 很不友好 所以幼稚的没有询问房主垃圾桶 在哪儿 直接把垃圾扔到了袋子里 没错 我们是扔到了袋子里 并没有直接扔到地上 我们是赶了最早5点17分的地铁 在临走时并没有给垃圾分类 我们对此感到很抱歉 但是垃圾都在袋子里装着 何妨主发的照片不符 我们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没有想做过多的辩解 我们是三个女孩子啊 在这个屋子里住了5天 网友们说我们不爱干净 但是我们自己住谁不嫌恶心吗 窗帘掉了 我们真的是无疑的 至于椅子在马桶上 我们承认是因为过道太窄 节省空间把他放到了马桶上 最后说到那个留言本 首先这个本子 就是为了给租客写下支柱感受用的 而我们第一天到这儿房主的态度 就是让我们觉得很个应 在我们退房后 他向我们要额儿的清洁费和留言本的费用共计412元 并且还对我们进行了辱卖 我们没有同意 他就发了微博来曝光我们 投出我们其中一人的照片 微信 对他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现在我们想澄清的另一点是 我们没有打着任何爱国的名义 只故意对日本民宿怎样 只是因为他对我们恶劣的态度 以及朋友圈的各种言论 让我们不得不怀疑 是否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你才去针对我们 在9月10号晚上 我们报警 警方来学校与我们沟通此事 劝我们与房主和解 于是我们当即在平台上与房主联系 并进行了道歉 希望和解此事 但房主并没有和解的意思 似乎想把事情捞大 我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为了维护我们其中一人的隐私 就想私下解决 但是他不同意 还把我们的联系方式发给了个大报社和电视台 我们真不知道应该如何解决了 对于我们昨天在房主的微博下进行评论 恢复过激的态度感到很抱歉 是因为当时看的照片被曝光 一下子很慌张和着急 所以言语十分激动 对此我们非常抱歉 事已至此 我们仍然诚心的想与房主和解 因为我们真心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希望不要再受到各种骚扰 并且您能接受我们的道歉 成都摆报新媒体记者 卢艳碑图片来源网络声明员文生成图片 成都摆报新媒体记者